经过发展和扩张多年,中国的榴莲种植业蓬勃发展,使得东南亚的国家如泰国、越南等感到担忧和危险。 如果中国停止进口榴莲,这将对泰国、越南等国的农民来说是灾难性的。 由于榴莲种植业很赚钱,东南亚农民都在往外扩张种植榴莲。 目标就是扩大产业规模,不仅能赚到钱,同时也能让中国人民吃上更高级的榴莲。 马来西亚为了提供给中国人更多的榴莲,专门开了一块地,反正多少中国人都会兜着,完全不担心销量。 中国人一直都是以爱吃各种美食而出名,只要是可口或者喜欢再贵也从不吝啬。 据统计,中国榴莲进口量在2020年达到了821,000吨,总金额达到了42亿美元,占据了东南亚60%以上的榴莲总量。 一、中国致力于研究自己的榴莲。 然而,中国肆虐的榴莲热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 由于中国对榴莲的热爱,每年不断从国外引进榴莲,但仍然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据了解,中国多次尝试种植榴莲,但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而这更使东南亚国家增加了对榴莲的独占优势,将榴莲的价格抬高到了每公斤数百元,超出了许多人的经济承受能力。 然而,在2019年,中国的榴莲种植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0颗观赏型榴莲树竟然开花结果了。 这个消息打破了中国不能大规模栽种榴莲的神话。 目前,中国海南省的榴莲种植面积已达3万多公顷,其中已有40多株观赏型榴莲树结果。 据官方统计,到2024年,这些榴莲将结满果实。 下一个果实的产量将达到41,000吨,相当于越南一年的榴莲进口量。 可以说,这是国内首次成功大规模栽种榴莲。 对增加国内榴莲供应,降低国内榴莲价格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消息也证明了中国在科技和农业方面的发展,以及在环保工作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了让观赏型榴莲树生产更多榴莲,工作人员采用了一系列的科学方法,如控制温度、湿度和风向等,确保每一棵榴莲树都能生产出更多的榴莲。 同时,这些工作人员还对榴莲进行了精细的品种筛选和生产管理工作,使榴莲的品质更为出色,口感更加香甜。 2. 海南榴莲生产基地 近年来,海南地区榴莲的种植量和销售量呈现出逐年攀升的态势,备受消费者和市场的青睐。 除此之外,在广东省也开始大规模种植榴莲,预计在2023年达到20万株左右。 这一发展趋势或许能够为国内的消费者提供更加新鲜、美味的榴莲。 但与此同时,榴莲生产国如泰国,越南等地区也开始担忧这一趋势或许会对其生产、产生。 首先,由于进口榴莲价格昂贵,国内生产的榴莲颇具价格优势。 同时,中国本土的榴莲在交通运输方面也更有优势,保证了消费者能够享用到更加新鲜、美味的榴莲。 其次,榴莲的种植在国内的发展潜力巨大。 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内这一趋势会不断扩大。 为国内的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榴莲品种以及更高品质的榴莲果实。 这也将促进国内榴莲产业的发展。 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榴莲生产和销售过程中,需要注意保护环境和生态。 避免过度开采和种植导致生态破坏和品质下降。 同时,还需加强质量监管和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消费者能够享用到安全可靠的榴莲果实。 三,没有人进口东南亚国家何去何从。 假如中国停止进口榴莲,东南亚国家的榴莲行业将会承受重大压力。 如果中国进口量减少,这将导致榴莲市场的供应量急剧下降。 榴莲价格也大幅下跌。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中国市场需求的影响。 榴莲行业也不例外,如果中国减少进口,榴莲行业将直接受到影响。 榴莲种植者,零售商和制造商将面临严峻的形式。 在东南亚国家,许多人将榴莲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榴莲种植和销售。 如果他们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他们的收益将大幅减少。 许多小型榴莲企业可能无法承受这种冲击,进而破产。 海南已经研究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榴莲,将来随着发展会研究出更可口的水果。 而东南亚这种抬高价格做法无异于作茧自负,最终毁的只有他们自己。 因此东南亚榴莲业者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这种威胁。 一,寻找其他市场。 东南亚榴莲业者可以尝试寻找其他市场,如欧美等地,来扩大销售渠道。 二,探索新的种植技术。 通过研究新的种植技术和品种,提高榴莲品质和产量。 三,加强合作榴莲业者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开拓市场,共享资源和技术,共同应对市场风险。 四,提高品牌认知度。 东南亚榴莲业者可以加强品牌宣传和推广,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增加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